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节我们给大家介绍边缘分布函数 这一节实际上我们要解决下面的这样的数学问题 所以以致二维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函数 现在我们要求x的分布函数 并且要求y的分布函数 我们把利用联合分布函数计算出的 分别关于x的分布函数和y的分布函数 就叫做边缘分布函数 下面我们看一下如何利用联合分布函数 分别计算x和y的分布函数 我们假设 而这个世界中没有y 而是表示对y的取值没有约束 那换一句话说 这个世界中y可以取到任意值 那么因此 那么因此 这个世界我们就可以把它表示成这个样子 显然y小于正无穷 就表示对y的取值没有约束 y可以取任意值 坏一句话说 这个世界是一个样本空间 那么样本空间和大x小于等于小x的g世界 仍然等于它 而根据上一节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联合分布函数的定义 那么这个世界的概率 恰好就是联合分布函数 让小y去正无穷的时候的机械值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x的分布函数的计算办法 那就是让小y去正无穷 对联合分布函数取极限 它的机械值就是x的分布函数 同样我们可以计算出y的分布函数 和刚才解释一样 这里边没有x 没有x相当于对x没有约束 那就是x可以取任意值 而这个世界根据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联合分布函数 那就是联合分布函数 让小x去正无穷的机械值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y的分布函数 通过以上讨论大家发现 所以边编分布函数 实际上不是一个性概念 我们把它叫做边缘分布函数 实际上告诉我们分别x的分布函数和y的分布函数 是用联合分布函数计算出来的 坏句话说 假如对于同一个随机现象 如果x的分布函数和y的分布函数 我们可以利用其他办法 能够把xy的分布函数把它计算出来 那么和利用联合分布函数 也就是用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种办法 计算出来的分别关于x和y的分布函数是一致的 下面我们看一个例子 说xy的联合分布函数告诉我们了 是下面的这样一个函数形式 第一位要求长速ABC 第二位要求xy的边缘分布函数 下面我们首先计算第一位 要求ABC 那么我们就要利用联合分布函数的性质 得到三个独立的方程 那就可以把这三个常数给它计算出来 我们首先利用这一条 当xy都去正无群的时候 它的机械就等于1 那也就是让联合分布函数中的小xy都去正无群 而小xy都去正无群的时候 反正切函数是去二分之π的 那么它的机械就等于它 这样我们得到了第一个方程 我们再利用第二条性质 当y去负无群的时候 它的机械值是等0的 那也就是对联合分布函数中 让小x不变 让小y去负无群 而小y去负无群的时候 反正切函数是毕竟负的二分之π的 那么这样我们就算出来它的机械值 我们再利用第三条性质 我们让小y不变 让小x去负无群 同样我们可以计算出它的机械值 从第二个方程我们看到 要死的这三个因子的乘积等于0 由第一个方程我们看到 A是不能等于0的 既然A不等于0 要死的它等于0 那只能这两个因子中的 其中一个因子应该等于0 而这个因子是告诉我们 x去让一值的时候 乘以这个常数都等于0 那么只能这个因子等于0 这样我们就算出了C等于二分之π 同样这个A不等于0 而外取任意值的时候 乘以这个因子是等于0 那只能这个因子是等于0 这样我们就算出了B 把A和B算出来 带入第一个方程 我们就得到了A 这样我们就算出了这三个常数值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联合分布函数 下面我们计算边缘分布函数 那就是对联合分布函数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x的边缘分布函数 同样我们让x区域正无群对联合分布函数取极限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y的边缘分布函数 下面我们总结一下 这一节我们要求大家要汇用联合分布函数计算边缘分布函数 并且要正确的理解边缘分布函数的概念 这一节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 再见